嗨嗨大家好 歡迎來到本次頻道 我是Book 很高興我們今天在 Minecraft 原知生存 episode 很高興來到我們 Minecraft 原知生存 episode 15 耶 我們很久沒有出影片了 那還記得我們上次做了 我是萊姆農場 然後他也是 正常的運作中喔 那我們就要在 這個地方做一個物品電梯啦 那可是我發現呢 他 這個地方 因為太多基隱很卡在這邊 他會導致 物品電梯 不方便製作這樣 因為基隱 他是沒有辦法 透過正常手段去破壞他的 所以我打算 把這整個地方 往上移動一下 這樣子的話 物品電梯就比較容易製作出來啦 那我就 很快速的 把這個地方改建起來囉 3 2 1 嘿 等一下 上面 又不定卡住了 欸 2 3 2 1 嘿 秀 哇天啊 我們 是不是動作很迅速的 我們已經把下面的計時器 給移上來了 那這樣 這邊就會比較方便製作物品電梯啦 其實 其實當初做的時候 就不應該把它做太低 不然 在製作物品電梯的時候 容易被基隱卡住 嘿沒錯 那像我這樣 如果真的被基隱卡住 那就往上升一格吧 對 就全部都往上放一格這樣 好 那我們就趕快製作物品電梯囉 那其實 我也沒有在這邊掛機過 那他自己就是在蓋史萊姆農場的時候 你看 加上超多史萊姆球 真的是有點誇張 真的是 將近快要五組的史萊姆球 那我們要準備我們的 投擲器 紅石 衝擊器 紅石提交器 還有紅石 先把那個箱子先給移除掉 這樣那個 把它平移過來 然後 等等等等 這個 他自己跳過去 然後 就直接 將落斗皮 過去 像是這個樣子 動力鐵軌 放在這裡 那這樣東西 應該就會被傳送到這裡來 所以 投擲器 再給他一個 信號裝置 然後 這個樣子 然後 因為這邊有鐵軌關係 我就盡量不去破壞它 東西有的話 它這個意外會充能 我覺得 可以從 另外一邊轉進去 因為會 影響到 鐵軌 這樣 這樣 它將 它將 東西傳送上去的時候 要確保上面的是 十字 那個十字 這個地方 都是實體方塊的 好 這樣子 應該是 這樣 實體方塊 試試看 把它放實體方塊 試試看 這樣子 哇 有囉 有囉 你看一看一看 它東西都傳送上來了 好的 那我們的物品電梯連閃裝置 也算是完工囉 可是我等一下 我好先跑 我等一下 先把這個地方 先整理一下 不然你看這樣 哇 那個紅石整個歪了 真的很不美觀 然後 這樣的動力結尾裝上來 有囉 這樣就有囉 你看 東西都傳送上來了 再來就是 把這個上面給 填起來吧 好的 好的 那我就 繼續往上挖 那我在挖的時候 就順便講一下 這最近的情況 我記得 距離上次發片時間 好像已經有 四個月了齁 那是因為 酷可我本人呢 正在 當兵 所以我很長一段時間 沒有發出影片 就是因為那個原因 那 也很對不起 正在等我 製作影片的人 跟你們先說聲抱歉 所以我本人 就趕快用我 放假短短的時間 趕快送出這一個影片啦 然後 我又感冒了齁 所以 這是我在感冒的情況下 所錄製的 所以 如果你聽到有點鼻音的話 請多多幫我喊啊 這個也沒有辦法 因為軍中的生活 就是集體生活 只要有人感冒 基本上 全部的人都會感冒 出來了出來了 放了 有囉 有囉 那就是在這個地方 他會有 史萊姆的物體墊墊上來 然後 趕快已經進去睡個覺 欸 啊 我的床咧 喔 還要在下面 在晚上睡覺 現在還不夠晚上咩 喔 原來現在是 要早上了啦 8787 原來是遭陽 然後把這個物品電梯齁 稍微 整修一下 裸露的紅石 有一點難看啦 好的好的 那我先 一下 OK 起來 那我看一下 我很奇怪到底 OK 喔 看來是沒有問題喔 我們的物品電梯 史萊姆的物品電梯 也完成了 我們今天的目標呢 就是在地獄建造一個車檔 因為根據上次的投票 下一個自動化的設備 將會是鐵軍的農場 然後 我們馬上叫他去地獄了 好久沒去了 感覺有點興奮 喔 這個史萊姆農場正常運作中 好啦我們來看一下 東西是不是 如我們所願的 都傳送到上面去了呢 欸 有喔 傳送上來囉 好啦我們的物品電梯也是很順利的完成囉 對啊你看這些東西都傳送上來了 我們又不用再親自一下去拿史萊姆球囉 可是我不太清楚它這樣會生成的 不過這樣沒關係啦 要史萊姆球 我再稍微掛機一下一下 應該就沒有問題 那我們今天 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在我們的 這個地方 也就是地獄 建造我們的 地獄車站了 地獄車站欸 聽起來是不是很帥啊 我這上面有穿裝備 我只是去蓋個地獄車站 應該是不太虛啊 沒有裝備啦 你知道 那我現在 嚴重缺乏的現狀態齁 所以我應該會平行的 出發囉 GOGOGO 哇天啊 有太多了吧 有太多 走走走走 天啊 裡面根本就是怪物庫啊 那我先把我東西給撿回來 我先把我東西給撿回來 好厲害 喔天啊 為什麼我沒有打你了 欸他開了南瓜頭盔欸 我的天啊 這邊也有守護者是不是 而且還戴南瓜頭 欸太誇張了吧 好吧 那我就把我 裝飾拿來做我的 裝備 還有金錠 欸 可以用金錠來做嗎 對不對 哇 很棒 我裝備沒有好 對不對 反正我現在黃金也弱得 喔 有 金閃閃的 黃金戰士 山上 噔噔 反正我現在有全自動化的設備 東西掉了 沒在怕的 不過我還是先把這些 很重要的資源欸 給 無花好 我不知道我這樣打了 會不會打不動 黃金甲 欸 他們為什麼還要攻擊我 欸太誇張了喔 天啊 他會陷阱一動欸 這是人家嗎 很心情的怪嗎 東西都回來了 太感動了 這個東西又多到有點塞不下來 來吃點東西 那為什麼要建立這個地獄車站呢? 相信大家都知道地獄車站 縮短的效果 對,跟現實之間的距離是有縮短的效果 所以可以讓很多很多的現實 在好幾百格以外的世界可以連接在一起 所以我就想要在地獄裡面建造 酷炎車站在那裡 這個在網路上大家也都非常熟悉了 對吧對吧 因為下一次我們要建造的是鐵券門廠 那它缺少的就是村民 那村民要取得的方法 也就是從村莊或是從殭屍 村民殭屍 對,村民殭屍上面取得 那我在幾個月前自己有 自己私底下的室友去找村莊的 那村莊離我們原本的重生地 對,重生的那個村莊 有一段距離 所以我只好先把座標給記下來 我記得座標大概是在 889跟583 對,X是889 然後Y是 不是,Z是583 除以8那它就可以找到我們 在地獄裡面的座標 就可以連結我們的村莊 那我們就趕快製作 欸不是,趕快尋找我們的村莊 在早座標之前還是先把這個地方弄成一個安全區 不然就會像剛剛那樣子進來就掛了 進來就死掉 又走也回事啊 聽來比你好重喔 怎麼寄來就死掉了 呵呵 小車站而已 先增加一些亮車 呵呵呵 我們的臨時避難手 也就算我們一隻小車站 也算是這樣子 小車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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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那根據我們剛剛的座標 也就是111 X是111 Y是3 這個地方 我們來做一個 我們來找一下它的座標吧